欢迎您观赏真元周五读书会的灵学讲座 这周我们的讲座主题是本都心经 由我们的宝源师兄主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他精彩的演说 欢迎各位师兄姐来参加每周五的真元的博学讲座 那今天是由我来为大家分享所谓的本都心经 它是临终至大成经里面的一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是由后续比较晚起的1993年左右 才传到世界上广为流传的 也是从台湾开始广为流传的 那待会我会讲到它的整个发现的一个过程 然后它也有一段小小的历史 好的 节目下一页 本都心经诸法自信清静故 有相接幻如是观 具足殊胜菩提故 慈悲之心如是观 自信无怨光明故 予以切相莫执着 这是其实是42个字而已 其实本都心经呢 它是从释迦摩尼佛在临终的时候传出来的 其实释迦摩尼佛在临终的时候 也讲了蛮多的一个经典 但是因为当时会有经历过一些灭佛行动 灭佛那个佛罗门教 它会有一个灭佛的这个历史 它会有一些经典会被打散了 被烧毁了 被某些人带往南传或是往北传 那北传也就是往西藏的部分 那这些经典呢 有些时候在西藏的时候 它会是零零散散的 那我们这个临终至大乘经 是释迦摩尼佛最后讲的经典 释迦摩尼佛最后讲的不是说 这个草有毒 这个是所谓的神通式的一个最后的遗言 那这个经典呢 其实它是一个42个字 充满了智慧 诠释了人生宇宙的真谛 释法无比殊胜 它主要也是在强调我们修心 修心为上层法门 是众法门的本源 众法门的本源 其实我们很多的那个 八万四千的法门 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端详 去采摩 它其实都是支持我们的本心 支持我们本心 这个也跟我们 真元身心灵成长空心 所崇尚的 修心为上的一个上层法门 那这个法门呢 是佛界诸天法门的源头 也是我们一些 一切有违法和无违法能的中心 如果我们常常去背诵 常常去持诵 这一个经典 其实我们也比较容易去和宇宙能量 契合能够开发宇宙智慧的潜能 那与诸佛互动 联系的能力也会得以提升 那在这一个经典 那当时为什么会被发现 其实会有一段历史 当时在传入到西藏 灭佛行动有一些部分的经典 沦落四散 然后会有一些经典往北传 所以他当时在那个经典上面 其实有些章节是有缺失的 那再加上原来西藏本教的一个部分 也有少部分的婆罗门教 他们在这个宗教的一个历史上 都会有所谓的争权夺利的一个状况 那也就是后来的那个西藏的法王统一 统一西藏之后 他崇尚藏传佛教 所以他后来也把自己提升为 所谓的那个佛 他是佛 把自己称为佛 用宗教的名义来统治教化西藏人民 所以他把自己称为佛 最高领导者 最高崇尚的一个天中天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是会有一些皇位要继承 皇位要继承佛要传皇子 佛子 这个也就会有一些 一些那个抵触 跟法义上会有抵触 所以就有尖尖的也有佛母 那也就有所谓的双修 这些东西 听说在古老一辈的 在更早之前的喇嘛 曾经有说过 他们只要 因为是用宗教来控制思想 思想来统治政治 所以旧的喇嘛 相传 他们的大便是可以当成药 入药的 就是感冒药什么的 可以用喇嘛的大便 所以会有这些比较不为人知的 一个黑暗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在经过本教 又跟他们在那个历史变革当中 又有一个政变 那本教又有灭佛行动 所以在当时传到西藏的一些 已经不是非常全面的一些经典 又经历了一次的一个 一个遗失缺失 所以当时会有很多 章节的经典 会被藏在所谓的西藏的山洞里面 这些山洞他们是比较多的 所以会有一些淋淋散散的章节 会在山洞里面 那本都心经这一部章节呢 也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面 也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底下 有一个老和尚去发现的 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 本都心经 其实呢 他跟释迦 他跟那个弥勒佛 都好像我们会联想到都帅天嘛 其实他跟那个弥勒佛 是关系不大的 其实是由本都师父 那个西藏翻译过来 叫本都师父 他传出来的 刚好也就是他 那个闭关修行 在西藏子贡寺的后山 那边有一些山洞 那他们西藏的一个修行的法门 就是闭关期间 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了 他就到里面闭关之后 就自给自主了 自己就在那个山上苦修 那这个部分你说 其实也就是 因缘际会底下 有一些经典 他要问世 他要让后人开始发现他 去传送他的时候 自然会有一些灵感 会有一些方式 让他传出来 那也就是说 在台湾当时 也有一些部分的喇嘛 他们会定期的 回西藏那边 跟那些师兄交流 那这些喇嘛 台湾的喇嘛 到西藏去之后 那也就跟那个子宫寺的 那个 萨摩拉多跟上师 他们就是 会有定期的拜会 那也就在那个时候 他们说 好像冥冥之中 有一个安排 希望他们一起去找 他们 失联已久的 本兜师傅 那大家其实说 也没有把握 他是不是还活着 因为毕竟他 年轻就已经去闭关了 那 大家都不确定 他还活着的时候 那大家就想说 那干脆就一起上山 去找这位师傅 那也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他的声音了 所以 也 拉了一些师兄 比较老的师兄 去看一下 这个山头怎么走 那这个喇嘛 带着大家上到 那个山洞的时候 就往里面敲门 那那个本兜师傅 好像敲门都一直 没人回应 那其实大家会认为说 几十年过去了 可能 这个老师傅 或许 有可能 已经在里面 那个涅槃的往生 但是突然会 传出 传出 那个从里面 突然 一个声音 什么人 当然不是说台语 他是说西藏话 谁呀 大家惊喜若狂 哇 怎么 确定他还活着 然后就赶快 禀报他的 大家的来意 一群人就往 大概有好几十人 往上去 那师傅 听完之后 就 说 哎呦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我等你们很久了 那求法师傅 他们师兄们就觉得 哎 这师傅这样回答 是不是 好像都知道我们要来 好像都 都早就在等我们了 我们来得太晚了 那 怎么会 知道我们要来呢 这个东西 大家就是觉得 很神奇 那就是找来了之后呢 那个本都师傅 就将这部经 给传给他们 然后当场 为他们做演说 那在演说的过程 师傅也就招待他们 每个人 就是手中 就是给他们一个杯子 那一个小壶 在给好几十个人 给他们杯子 然后为他们做 那个受洗的一个洗礼 湖中的水就是 类似就是圣水 然后为这些 那个喇嘛们洗尘 然后祝福 为他们撒水 但是几十个人上去 这个小湖 那个水 竟然 一直都有水 可以去用 会觉得怎么可能 这个几十细细的水 几十个师傅 他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在那时候 也有展现他的 那个灵感 灵通力 那也就因为这样子 这一群人就是 把师傅请家山之后 让他们再为更多人 去演说 可是演说没多久之后呢 1993年 把他这个 很多心经传出来之后 他没多久就又往生了 所以其实 每个人的生命难途 他似乎会有一些 冥冥之中 有一些 他应该要走的 那个 要传的法 应该要做的事 要他完成的生命难途 生命的任务 他任务完成了 结束了 功德圆满了 可能他就可以很快的离开了 那其实在这个本多心经里面呢 他其实有牵涉到我们所谓的 戒定会三无漏学 那戒定会三无漏学呢 其实也会牵扯到 我们所谓的八正道 那也就在 临终的这个 这部经典呢 他也会去 那临终至大成经呢 他也会去提到 大概四念处 念那个念身不尽 念法无我 念心无常 然后这个点点点 这个我们后面 我们会继续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再 再另外弄一个四念地 四圣地 八正道 这个再特别开一个 一个演说分享 那这个里面呢 其实也是 还是一样回归到 我们修心的一个部分 那修心的部分 我们来看第一句 诸法自信 清禁故 有向接换 如是观 诸法自信 清禁 自信清禁 大家会觉得 这句话 其实在六祖会人里面 他们六祖谈经里面 有讲过 何其自信 本自清禁 何其自信 本自清禁 何其就是 其实就是说 原来 原来 原来自信 他本来就清禁 是这个意思 那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 本自俱足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人生万法 自信 即是心 心能生万法 因为万法 为心造 所以诸法自信 清禁 有向 皆换 如是观 其实这个世间的 凡所有向 皆是虚妄 这个向 都是虚妄 这个向 我们如果把它 真 当作是实向 也都是我们的心 处造 我们自己心里面 会把它认为 它是真实的 实际上 如果我们开悟了 我们自信 显现了 我们能够 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是虚幻的 那其实会有很多 在网路上 那个油管上面 也有很多 相对的 会去说 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伊隆马斯克 那个特斯拉的 那个 企业家 他也说 这个世界 99.9% 是虚幻的 那科学家 也透过量子力学 也发现这些 量子的多胎性 不稳定性 也去归纳 出来一个总结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也真的可能 大家都是 是一个虚幻的 一个部分 我们只是在一个 集体潜意识当中 大家认为 你看到的 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 实际上 其实这个系统 这个宇宙系统 还是有一些bug 因为有些固化 有些颜色 其实有些人 看起来 颜色就是会不一样 这个也在油管里面 会有相关的视频 我们在网路上 也可以找到 相关的一些 那个意识图 有些颜色 有些人看起来 真的跟我们看起来 确实就是不一样 那巨族书圣 菩提固 慈悲之心 鲁士官 自信无怨 光明固 与一切相 莫执着 这些其实感觉 都比较 浅显易懂的感觉 所以我们挑几个名词 单独出来 说个解释 那其实心经的要旨 就是要 其实要我们亲近 因为本质亲近 其实 我们为什么不能亲近 因为 我们本据如来得心 一切皆由妄想 执着 而不能证得 这个是佛祖 开悟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的 那我们其实 自信是慈悲的 我们的心性 其实是慈悲的 我们的自信 其实也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 其实要一直去 找到我们的亲近本性 发挥我们的慈悲本性 去发扬我们的慈悲本性 成为一个光明 释放光明的光心者 这个光心者 这个又讲到我们 那个崔师兄了 他自己自我期许 他是个光明者 那我们也 向他看起 我们也是不发慈悲心 利用真原生心灵 成长中心的功法 智慧 修得的这些 所有的功力 来广传 观明菩萨的心法 来普度众生 为更多人造福 那慈悲呢 把智拆开来看 其实就是 知心非心 此心非心 这些东西呢 慈嘛 我们可以来说 举一个例子 我看到一个人很可怜 当我感觉他很可怜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是我的慈心 显现了 慈心显现了 然后我想要帮助他做些什么 帮助他做些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悲心 悲心 最慈悲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因果运作的一个空性智慧在 我发这个心为因 想要去做些什么 为果 那也就是正是因果运作的空性智慧 我们就是要修慈悲心 其实修智慧 其实修智慧也是修慈悲 在修慈悲的当中 也是在修智慧 因为 菩提 及烦恼 烦恼及菩提 一样 因果运作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烦恼当中 求智慧 求菩提 求觉知 求觉悟 那本兜呢 其实 这个本兜师傅 他的这个名字 取的也是 跟他的生命蓝图 跟他的生活 生命使命 应该也有关系 这个兜也是要我们 环绕体现我们本体 自信本体的一个意思 兜住 兜捧 就好像 可以把我们的自信 我们是相当 相当珍贵的 一个模拟宝珠 模拟宝珠 你不会让他 放在口袋里 你会把他 用心捧着 用手环绕着 让他对待着他 很 用诚心显现的 让这个模拟宝珠 能够自 放大光明 那清静是 小恨的一个 小臣佛 那个智慧 那所谓的慈悲 就是大恨大臣 大臣佛教 也就是说 我们修清静的时候 就是往内修 我们慈悲的时候 是往外行 外行 那外行就大恨大臣 大臣佛教的一个宗旨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不只要我们往内求 往内去修正我们自有 自我的习性 我们自己的人性 他也要我们去发挥 慈悲心去体现 跟弘扬大臣佛法的一个精益 那自信要达到宇宙诸法 这些资讯能量呢 能够自在的传承运行 其实我们就是要达到一些什么呢 自信要本质清静 要怎么样本质清静呢 就是要有智慧 那智慧 其实我们在修波罗智慧 波罗蜜 用智慧来登彼岸的时候 我们怎么登呢 其实从头到尾 一直都在叫我们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那我要你不要去执着这个 不要去执着那个 我怎么劝你呢 我当然告诉你 那都假的 那个就是假的 所以你可能就不会在意 你不会在意 所以你就不会执着 可能用这种方法是最直接的 我就告诉你 那都假的 你就或许就说 那都没关系 那都假的 就或许就真的不会执着 或者是说 那没关系 那有了好 那你就可能就是说 我不会有所愿望 有所欺愿 有所欲求 有这个欲望 想要用这个想法去取 不去取 就不会有业 不会有有 那也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的 十二因缘里面的一个环节 其实我们修行呢 说白了 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话 叫做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反问自己 我修行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下辈子有福报 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修行 就是要求 表生死出轮回 表生死出轮回 才是我们最终目标 那你就算修好了 到极乐世界 你还是待业修行 你还是有业在生 你五百年后 你还是机缘到了 你还是得下坂来 投赐来还你该还的那一部分 万般带不走 唯有业随生 你就算没有把所有的罪业还完了 你就算往生极乐净土 你还是要有下来还的那一天 所以能够真正涅槃 能够真正了生死出轮回 也就是你还清了 你的所有的业障 那怎么还清所有的业障 你当然就是要有功德之良 之前有说过 罗汉脱公坡 或者是大象戴因若 你修得智慧了 可是你功德之良没有 就好像罗汉脱公坡 那你如果说 你功德做很多 一直在做功德 但是你智慧不去修 你就好像大象戴着很华丽的阴落一样 你还是不得究竟 不得究竟 还是一样会在生死苦海里面 去轮回 游荡 那如何了生死出轮回 说白了 真元身心灵成长中心 就是帮你们 帮我们 传承老大的心法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在 了生死出轮回 怎么做 当然就是要还罪业 还罪业怎么还 就是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积累功德 那也就是 到最后 什么积累功德最快 怎么度化你的冤心在主 你要度化 你要求别人 一个一个帮你度 当然倒不如自己度 自己怎么度 开功即是 怎么开功 我怎么可能开功 我当然是会去 真元身心灵成长中心 很自然 就是我在里面 开的功 因为这是大家的功 我从这个功里面 去开功即是 这个功是大家给 是真元身心灵成长中心的 观之音菩萨老大 给我们的方便法 这个功是我们开的 我们参与圣事 我们也就是 在开功即是 那我们在 日常生活当中 去普渡众生 广基因 广基善缘 广坐功德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 累积我们的资料 庄管旗下 才有可能 我们去 所谓的 出冷回调生死 OK 那 在这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说 慈悲心 菩提心 也就是我们要去修的 从真元身心灵成长中心 去提高 去学习 参加每周五的 火学讲座 参加礼拜六的 主书会 我们会有很多的彩蛋 突然不时的一些 一些可以让我们 学到很多东西 偏常我们意想不到的 一些话题 再通过激荡讨论 还有班长 副班长 还有公主 他们给我们的这些经验 意见 激发我们的想象 跟提高我们的一个 创造力 思维方式 超越我们的人间的 一个思维点 那这种羞耻的境地 也只有在 真元身心灵成长中心 才能 让我们能够体会到 发出我们个体生命 和总体生命的 光明效应 那达到自信光明呢 我们就要遵循 光明学里面 大概会有 几个一个循环 那光明学说里面 它就说 信入 两知 异行 真理 除恶 那信入呢 就是你要先有信仰 先相信 你要相信真元 身心灵成长中心的 观世音 菩萨老大 信为一切 到原功德本 你相信了 你就能够去 获得正知 获得正确的知识 透过我们修行的法 修行的工法 去执行 去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怎么样的方式做了 原来是真的 怎么样做的方式 原来是最有效的 我们在这当中 反复的印证 去验证 然后再把我们 可能做得不好的 我们又有 常常 姐夫师兄 开了一个检讨会 那我们也从 这个检讨会当中 也激发了很多想法 原来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会犯 同样的错误 也由这些 开放式的讨论 放开我们的心思想法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学习 去将不好的点拿起来 去调整它 透过这样的一个 修行的工法 循环的来进行 就能够在这个当中 学得菩提智慧 那在这个所谓的 光明的修行方式 其实跟我们 真元圣情灵 成长中心的工法 学习方式 其实也有 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他也就是说 光明说 也就是要将 我们人神的个体 自信光明 逐渐融合成神 往神性高我的方式 去修行 然后和人的 小我 人际关系 连接互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普渡众生 去大放自信光明 那个性自体呢 我们如果能 亲近放空 其实我们之前 也一直强调 在这里的工法里面 也一直强调 我们要清理 清理才能接收 荣纳光明诸法们的 资讯和能量 宇宙能量才能够 真正的落实到 我们的身体里面 为我们所用 神不灭这些 功德正果 我们去积累 这些功德质量 我们的自信的光明 其实就会不停的提升 不停的绽放光芒 越发光亮 我们个体的生命力的增长 也会在这个过程 可以说去帮助到别人 甚至可以保护到自己 自立而立他 自立立他的时候呢 救济也救众生 所以我们把这个 整个重点的词汇 我们了解过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白话一点来解释 这些本斗心经的这四个字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自信法性 就是万物理性 我们人最初的真如自信 那本身就是清净的 也是晶莹剔透的 纯洁无瑕的 那一切生成的这些事啊 物啊 人事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店 音作如是观 其实它都是一个 无常的变化的一个幻象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啊 不要去因为心 而去产生执着 因为说白了 执着都是心来的 因为烦恼都是自寻烦恼的 烦恼都是自训的 那苦呢 人生是苦呢 那也都是心自讨苦吃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波勒大智慧 其实我们就知道 我们往最本源的心去修 那我们就可以放弃 这些执着的习性 然后我们也可以修掉一些贪吃 修下一些那个计较啊 分别啊 这些比较不好的 这些人性的 这些心理状态 一切法呢 其实万事万物面向呢 都完全奠基在我们的 这些智慧觉悟的成就里面 而这一切呢 都是光明圣洁的大慈悲心 也就是人类的大我跟舍我的心 将来我们世间万象的一切 都是空的 都是虚空的 只有怀着自信 具足的信仰 无愿 无愿意思就是 在这边要特别说一下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愿力 这个在圣言法师 就是那个男的那个圣言法师 他是男通人 他在郎山广教室出家的 我有幸有一次去那边那个拜佛 他的手写的那个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牌匾 还在上面 还在上面留存着 那上面又一个圣言法师的一个 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 怀念他的一些 一个圣言的一个小馆 展览馆 我们如果怀抱着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愿力 那个愿力大于业力 那自然呢 我们会进入光明的境地 生命本出之地 圣洁的境地 我们回归到宇宙的本源 所以事实就是要谨记 再刻背 刻背一次 重复的 再叮嚀一次 要谨记 不要执着空患 要知空 视空 不着空 知道一切皆空 我们要认识一切皆空 但是我又知道 我不着空 我不执着于空 也就是所谓的巨眼菩萨 一眼看世界 一眼看法界 我在世间 我就是这样子 我的心就在法界 我的身在世界 该做什么 该吃吃 该喝喝 该做你五轮里面的 好丈夫 好子女 好父亲 好朋友 好部署 或者是好老板 这个都是在我们人世间 要去修的 那心就是在法界 也就是说 不执着 修波罗智慧 时时刻刻 怀想着观音菩萨 给我们的丁宁 修真元的功法 然后修真元 给我们的 每周五的 佛学讲座知识 读书会的知识 去修这些 修行的智慧 这样子 我们应该就可以 波罗蜜 用智慧到达彼岸 那我们在送这部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心体会 这个心经的每个字句的含义 专心持送 转化功德 然后回向给冤亲在主 十方法界 希望众生 离谷得乐 我身进土树正 菩提供成佛道 练比起底 我们身心灵 那其实 这些部分 我们如果做得好 其实也就是跟着我们小我 一起契合 一起修 一起契精 在一直 在这个精益的丁宁底下 启动我们全身的能量 开启我们人生的 潜能的智慧法门 让我们的身心灵受益 身心灵皆得成长 这个就刚好又讲到 生源身心灵成长中心 那这个成长中心 其实真的就让我们 传承观音菩萨老大的心法 运用教育的方式 用教育的方式 我们不说信徒 我们不在乎信徒 我们要的是每一个人 都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为了培养跟教育 这么多的善知识 这个也是 真心灵成长中心的 真远的成立的初衷 为了就是要孕育众多 身心灵皆得高智慧 维持的灵学大师 我们也是以团队式的一个组织 我们是有组织的 有团队的 我们不需要卧底 我们是以团队式的组织 每个人都可以直视 五度众生 火振菩提 同登彼岸 圣洁 慈悲 心愿 希望在这里与大家互相共同勉励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您的观赏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开启好运四重重 点赞 分享 订阅 以及最重要的开启提提小铃铛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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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